成年人惜命的最好方式就是睡觉 人的一生约有三分之一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睡眠是生活质量的一面镜子 它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身体状态 身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且诚实的 你呵护它,它才会善待你 好好睡觉是一个成年人最高效的惜命方式 睡眠不足,真的会要命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 很多人在做着一件本末倒置的事情 每天熬夜,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熬夜的本质是什么? 有个回答直击人心 白天的时间不属于自己 只能熬夜安抚疲惫的自己 暴富性熬夜是用无价的健康换取短暂的自由和快感 前不久,合肥一名27岁男子因为熬夜 引发了急性脑梗死的新闻刷爆了网络 该男子几乎没有在12点之前睡过觉 六月一个很平常的早晨 他突然发现自己右侧身体无法动弹 后经医生的权力抢救 男子才侥幸避免了瘫痪 很多人仗着年轻 以为熬夜只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中国睡眠医学协会却这样提醒 百分之九十的年轻人猝死 心肌梗死等都与熬夜有关 长期熬夜就是慢性自杀 每熬一次夜都是朝着死神前进一步 复旦大学的优秀教师于娟 在31岁时被诊断为乳腺癌晚期 他在生命日记中懊悔地说 回想过去的十年 我基本上没有12点之前睡过 学习 考研 网疗等 塞满了每个夜晚 于娟用自己的精力 给出了血泪般的忠告 一定不要熬夜 活着才是王道 自虐式的熬夜 真的会要命 类似触目惊心的案例数不胜数 一位二胎宝妈白天 要照顾孩子 经常在晚上刷手机到凌晨 长此以往在一次深夜网购时不幸猝死 一位27岁的小伙下班后最大的乐趣 就是熬夜打游戏 最终也因为脑出血丢了性命 德国哲学家书本华说过 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的身外之物 理智上都知道 熬夜伤身 很多人却一次次在深夜放纵自己 当健康亮起红灯时 才后悔当初的愚蠢 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就是好好睡觉 规律睡觉 才是最好的悉命方式 前不久 看过一个没睡好的人 脑子里都是垃圾的著名演讲 演讲中提到一个研究成果 大脑在辛勤的工作时 会产生大量垃圾 只有当我们规律作息时 大脑才会将废物排出 保障我们次日拥有清晰的思维 一项著名的睡眠剥夺实验也表明 睡眠觉醒的节律被破坏 可导致身体 精神以及代谢的紊乱 商业大脑李开复 曾经是个工作狂 他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甚至服用药品 让自己减少睡眠 长期不规律的睡眠状态 加上工作压力大 李开复患上了淋巴癌 幸运的是医生告诉他病情不是很严重 完全有机会康复 李开复这才放下悬着的心 全力配合治疗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抗癌 体内的肿瘤已经检查不到了 他总结自己抗癌历程时这样说 患病之后才明白睡眠的重要性 我给身体的第一项承诺与改变 就是好好睡觉 李开复不再像睡眠偷时间 坚持早睡早起 身体越来越健康 非常喜欢被送礼学家承号的词 闲来无事不从容 睡觉东窗日已红 好好睡觉 是成年人最稀缺的奢侈品 作家林清玄曾有段时间痛苦迷茫 经常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 后来 禅师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该吃饭时吃饭 该睡觉时睡觉 林清玄这才想到自己吃饭时 总是心不在焉 睡觉的时候 也思虑过多经常做梦 后来他就让自己好好睡觉 状态开始越来越好 也慢慢走出了低谷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一切有生之物 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 保持规律作息 是一个人对自己健康最大的负责 悉命的人不会用熬夜来透支未来 睡眠五小时 熬夜危害要警惕 人体的生理功能 学习与记忆能力 以及工作效率 有着明显的昼夜节律波动 人为的破坏身体规律 会影响机体健康 甚至导致很多疾病的产生 睡不好的危害 哪一项都不能小看 依情绪低落 据研究表明 大脑性人核式产生强烈情绪反应的核心区域 睡眠充足时 这个区域的反应适度 缺乏睡眠时 这个区域则会反应过度 经常熬夜的人 很难管控自己的情绪 会变得易怒或者情绪低落 二 学习能力低下 知名睡眠专家马修 沃克把大脑中负责记忆的海马体 比作大脑的信息收件箱 睡眠充足时 海马体能有效地接受并储存信息 形成记忆 当睡眠不足时 海马体就会拒绝接收信息 导致记忆力减退 学习能力也随之变低 三 反应迟缓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人类睡眠不足时 很多认知功能都会减退 进而影响到人脑对信息的加工 所以 我们熬夜第二天 会觉得满脑子江湖 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变得迟钝 四 经研究发现 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五十八 睡眠不足的人 醒来时会出现头痛症状 大脑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睡眠是为了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 如果长期熬夜 如果长期熬夜 它就长时间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 就容易出现头痛 五 体重增加 中国睡眠研究会发现 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会导致体内激素失衡 进而导致食欲增加 想吃高热量食物 可能导致体重快速增加 六 一得病 睡眠对于免疫功能有重要的调节和促进功能 国际医学周刊行为医学年间有项研究 熬夜会降低人体免疫力 连续三天晚上睡眠时间少于六小时 身体抵御体外病毒和体内病变的能力 就会变差 长期睡眠不足 很容易让人患上各种疾病 现代医学普遍认为 睡眠是一种为了恢复精力而做出的主动行为 不一样的睡眠习惯会造就不一样的人生 睡前适当调整生活习惯 能帮助我们睡得更好 七 尽量不玩手机 关闭电子产品 有一项科学研究 睡前玩手机八分钟会让身体持续兴奋超过一小时 电子产品充满着诱惑 让人越玩越不想睡 且它发出的蓝光也会干扰退黑素的产生 睡前一个小时 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 有助于快速入睡 八 少吃或者不吃东西 睡前进食 食物会滞留在胃部 深夜大脑就需要调动消化系统进行工作 刺激人体分泌唾液 胆汁等 睡前少吃或者不吃东西 能减轻入睡时的肠胃负担 同时可以减少企业的概率 九 避免摄入刺激性食物 入睡前应避免食用一些刺激性食物 咖啡、浓茶、巧克力之类食品中的咖啡因等物质 会让人精神亢奋 心跳加快 容易造成入睡困难 食不要用脑过度 睡觉前 可以适当听一些轻音乐 或者看一会儿书 在轻松的氛围里 给大脑一个放松和休息的缓冲时间 辅助更好更快地进入睡眠状态 十一 避免情绪激动 过于兴奋或过于悲伤 都会增加入睡时间 睡觉前 调整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以平缓安静的状态入睡 这样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 十二 避免剧烈运动 剧烈运动后 身体会是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 很难入睡 睡前适当地做一些轻柔的活动 如拉伸、慢走 能够帮助身体调节放松 更快地过渡到睡前状态 十三 温水沐浴或者泡脚 晚上睡觉之前 洗一个热水澡 或者用温水泡泡脚 可以改善血液循环 增加深睡眠时间 十四 温 湿度适宜 温湿度对于睡眠质量有重要的影响 睡觉前 注意开窗通风 让室内温湿度保持舒适 收获高质量睡眠 十五 创造黑暗的睡眠环境 研究表明 如果入睡和睡眠时 暴露于光线之下 退黑素的分泌就会受到抑制 进而影响睡眠质量 黑暗的睡眠环境 刺激退黑素的分泌 提高睡眠效果 十六 做好第二天的计划 忙碌了一整天 早已经身心疲惫 如果再忧虑明天 就更难入睡 我们可以提前对次日穿着 事物做好初步安排 这样躺下后就不再纠结 起床后自然精力充沛 通过上述的睡眠调节 有助于我们快速进入入睡状态 拥有高质量的睡眠 睡眠革命中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真正厉害的人 会主动控制自己的 生活节奏 提高自己的睡伤 如此才能永远以积极的状态 应对工作和生活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到最后拼的就是身体 规律的睡眠 是保持健康的最好方式 睡眠对健康至关重要 它能让身心得到充分休息 恢复活力 反之 长期熬夜只会累积身体的损耗 继而引发种种疾病 所以 一个懂得惜命的人 会把睡眠放在首位 他会规律作息 每天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 并注意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创造适宜的睡眠环境 以获得高质量的睡眠 与其用强打精神的方式 欺骗身体 不如听从身体的真实需要 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 珍惜睡眠这个养生的良机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睡个好觉 爱自己 把健康的生活节奏恢复正轨 那么生命定会充满活力 日子也会过得从容轻松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还记得眼神不经意的 交错不小心 泄露了心里的悸动 他们说我的爱 在心里放太久 该是时候出去走走 把街上阳光把心情都看透 肩并肩并肩并快